大家好 我是Anson 早晨 現在我出去上班了 一個禮拜我有兩天要出去上班 今天和明天我都會踩單車出去倫敦上班 不如跟我一起出去上班 Go 好 現在我正在搭火車出去 你見到車廂都不太悶 現在面前有兩個示範 一個是好的示範 一個是好的示範 我的車是一個好的示範 就要把它接起來 然後放在行李位置 但後面有另一個乘客 他應該可以接起來 但他沒有接起來 就這樣靠了車門 他打算另一邊的車門就不可以開了 所以按到其實沒那麼好 這個呢 其實之前Boss Johnson也宣佈了 就不洗口罩 所以很多人外出都沒有再戴口罩 但是鐵路上也有 少數人包括我 都會戴口罩 人多的地方就會戴 這個是我的想法 這輛車呢 其實就只是搭一個站 就去到Lundern St.Pengrist International 那我的公司就在那裡了 那剛才有 家裡踩過來 Skloban City的站 大約都是15分鐘左右 因為我中間又停下來拍攝一下 那一點上車下車 都可以的 好啦 那我休息一會 一會兒去到Lundern St.Pengrist 吃個早餐 是 在前面 其實我今天就回到九點半 現在的時間是九點鐘 所以就早了 我就在旁邊有一間咖啡店吃個早餐 由我家踏去OBEN CITY 然後搭了火車 再過來這裡 我再踏了大約10分鐘 來到公司 我想很多人都會問是否危險呢 家裡出去CITY STATION的段路就不太危險 因為人們都很危險 但出到來市中心 人們就開始急速 有點像香港 所以又不是非常危險 不過就要小心一點 就像剛才那樣 其實我有一個位置 所以剛才那個位置是有點危險 因為我稍微不及時 所有的Gear 包括頭燈、尾燈、頭盔 還有一個有反光物料的衣著都需要 好 今天我就吃點早餐 然後就去上班 好 話那麼快 其實我就回到家了 其實都已經不是一天了 已經是整個星期的時間 我的電腦拿回來也設定好了 去到公司拿電腦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方便拍的 我們公司對很多寶物的東西都很緊張的 特別就算公司的環境 我也不打算拍了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問 這麼快來到 這麼快就有工作呢 或者我在這裡簡單這樣講講 其實大約在出發的三個月前 我就開始找工作了 基本上每一天就會發兩個電郵 總共到我找到這份工作為止 就發了六十封左右 就有六個interview 其中就有一個offer 就是我現在在做這間公司的offer 那是職流來的 其實我們香港的職司 來到英國都有點困難 我們的香港牌在本地 其實就不是直接承認 經過很多的手續 去認證你的學歷 你的資歷 如果要立即找回職司的工作 其實本來就是很難的 我們是找做 international project 的職流 那我現在這一間就是了 他都不太介意我的牌 從哪裡來的 知道我是香港的住宅建築師 他們都很放心 所以就繼續可以做職司了 當然在這裡 我不可以叫自己做architect 所以我現在是有一個地方的法例 我只是做一個designer 那跟我很早期想 我要來英國做這一行的時候 只可以做designer 這個想法也是吻合的 那在那幾個interview裡面 除了會有跟你聊聊天 了解一下你的工作經驗 present portfolio 就是我過往做過的project 他們更加會有一個能力測試 英國他們畫圖 我們這一行就不是用autocad 就用rivit 那所以他們是特別 都會有一個能力測試 就是在rivit上面的能力 跟著做完測試 基本上就他們看了分數 就覺得滿意 就說簽約和約幾次上班 今天這條片 除了讓你們看到我第一天上班 希望剛才說的一些 我這個工作過程的經驗 都可以給大家做個參考 大家努力 工作是有的 不用擔心的 只要你有能力 就一定可以用到 合成的工作 大家加油 拜拜 拜拜 請請我們 製作詞 製作詞 按鈕 國家 訂閱 I wanna call it